今天回应一下旧金山美国美英移民律所张国辉律师的老婆林云吧 有的朋友说你家的这个前缀太长了 你就直接说林云就行 但是呢因为有好多人不知道林云是谁 他们呢可能更了解张国辉律师 因为毕竟美国律师是在美国认为是通常比较强势的一个群体嘛 也有人说汤姆你看一般的人到了美国 他们华人呢老华人欺负新华人啊 就是说在国内不也是吗 就是好多人专门干那些比较软弱的人啊 对吧 所以你专门干这些硬人啊 不但干美国律师还干美国律师的老婆啊 不是不是啊不但跟美国律师干还跟美国律师的老婆干 这么说也不对 意思说我说这个干呢指的就是说 跟他去发生一些 这种言语的交锋 或者说发生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辩吧 对于张国辉律师的老婆灵云啊 以前所说的汤姆是华人的败类啊 对这样的说法呢 我其实一笑了之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专门的做一个视频来回应他 那就再欺负他对吧 因为毕竟我这边就美国这个频道呀 或者中国的频道呀 或者我的微信的好友啊 其实我觉得人数呢 是要远远超过张国辉律师的 对吧 毕竟我这视频一发布就有好多朋友看嘛 差不多是在欺负他们嘛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 有一些公司一旦上市了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媒体啊 不管是大媒体还是小媒体 就会到这个公司来做一做啊 其实就是所说的收保护费嘛 因为一些媒体包括自媒体 他们在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 是会对听众或者观众 有一些影响的 当然对我来说 我并不想有这样的影响 我只是希望张律师呢 张国辉律师呢 和他老婆能够怎么样学会做人 做一个基本的正直的人吧 如果他们总是坚持 以前这种为例是途的 这种行事的方式 那么肯定对吧 预警预示呢并不好啊 前景并不看好 所以呢 觉得还是通过这个视频 专门的回应一下吧 就是什么叫败类 败类这个词呢 一般指的是同类中的 败坏同类人的名声啊 让社会公众产生不好的印象的这些人 但我觉得我还行吧 本身我在说话的时候 做事的时候也是很谨慎的 我也是比较讲口德的啊 不像张国辉律师动辄就说什么 你大妈的 这样的 或者像 他的老婆 我以前也说过嘛 他的老婆也是 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提过 这个男性生殖器 这个词啊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害羞的 对吧 也是比较正直的 我对女性 我一般是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啊 不远呢 指的是因为生活中难免会接触异性 那么不近呢 指的是我不想跟一些女性之间产生瓜葛啊 尤其我跟张国辉律师的老婆就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我也说嘛 我的英文名字叫亚当 然后凌云他老公啊 张国辉律师也叫亚当 然后我呢 明显的比他老婆 比他老公啊 比他老公个子高 比他老公帅 对吧 所以说 他老婆以前也私下里跟我交流过好多啊 具体呢 就不说了吧 因为男女之间的事情 其实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 我从来没有对他的老婆说过 虽然说他的老婆 对我说过男性生殖器这样的话 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对他的老婆说过女性生殖器这样的话 我觉得 毕竟我作为一个文明人 我觉得不想跟一些野蛮人 这样的用他们的方式去交流 来拉低自己的这个水准 至于他所说的败类呢 其实无所谓吧 怎么说怎么说吧 其实 人就是有这种自我评价的体系 对吧 然后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一种说法呢 就暴跳入雷 不过我觉得张国辉律师明显是这样嘛 他也是对我发出过 这种死亡威胁 比如说小心一枪抱头呀 这样的威胁 也通过一个台湾的一个叫李玉琪 当然李玉琪我也相信可能是个化名 他之所以找台湾这个女人对我发出威胁呢 其实这里的背景也比较深 其一呢就是他找一个台湾的呢 就是对我发出这个威胁 我在美国报警呢 美国警察不容易抓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找那个台湾那个女人呢 其实也是以前算是频道的一个观众吧 那个女人她是单身 但是她撒谎呢 说现在后来她有老公了 说她的老公是一个美籍华人 然后还说什么大老板啊 什么跨国公司大老板 然后又说什么跟她老公跟中国的政府关系好 怎么着 反正说了一大堆 然后后来呢 因为张国辉律师她那团伙呢 因为她老婆是湖北武汉那边的嘛 老家 然后她那边湖北有一票人啊 然后也悄悄潜入咱们频道的这个乡亲群 然后在这里面搞一些破坏吧 然后这个当然我都能理解啊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频道 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怎么邀请人的这个原因 反正其实这些话题说来说去 也没什么意思啊 都是一些狗扯羊皮的事 然后另外呢 其实反正我是本身对张律师她老婆这样的人呢 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我必须通过视频呢 反复的去宣称这一点啊 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 对吧 然后也不想说跟他们之间产生更深的这个冲突 对吧 我这边所做的只是从一个舆论监督的角度呢 希望他们能够改恶从善 然后去做正经的事情吧 不要再用这种下散烂的手段 然后去诋毁人呀 或者说说汤姆是华人的败类 在中国混得就不好 在美国混得也很差 其实每个人他混得好或者混得差 有不同的标准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成功的标准就是 买豪车买大房子买奢侈品也行 如果说你觉得成功的标准是能够有自己喜欢的生活 然后有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也行 对吧 我的标准呢 跟张国辉律师和他老婆的标准不一样 他们的标准呢 可能是尽可能多的去赚钱 对吧 然后去显摆 或者说去秀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吧 对吧 或者觉得自己穿了一身所谓的比较价格比较高的衣服 就拉高他们的价 拉高他们的身价 我觉得这种很可笑吧 至少从我的人生越来越长 我对这些都是嗤之以鼻的 对吧 或者说我有理由去鄒视他们 这也是为什么张国辉律师的老婆 他有的时候他说话的语气就很有意思 我进去了 我进去了 也许对他来说 什么什么能进去 这个难度很大吧 这个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词 体贴入微 体贴就是身体贴着身体 入微就是进入 微就是微小的一部分 所以他老婆他会说 我进去了 我也学不来 因为每个人他这种气质 气场不同吧 这里呢 我就通过这个视频 回应一下令云吧 然后希望以后不要再对我说 男性生着气啊 这样的词啊 对吧 这样的对我进行 这种性骚扰吧 对吧 我对你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 也希望你能死了这条心 当然 包括台湾的李玉琪女士呢 我也跟她多次的说过 我说你就 死了这条心吧 虽然她在台湾 据她自己说有好几套房子 也邀请我去 但是呢 我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啊 这也是为什么李玉琪 后来女人是很容易因爱生恨的 我非常的理解女性的这种心理吧 以前我在这边 一个统事一个老帅哥也说过 哎呀 汤姆呀 这个女人轻易不要碰啊 这是女人一动起感情来 是不管不顾的 我当时不以为然 但是后来我反复的思考 她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真的 这里呢 也提醒广大的男性朋友 其实我并不是说 不跟女性交往 我是说跟女性交往的时候呢 要慎重一点吧 对吧 对那些品性不好的 心理阴暗的 对吧 随时准备翻脸的 或者对你进行性骚扰的 这些女人呢 我觉得要果断地离开吧 好吧 这是我通过这个视频 回应一下 凌云女士 也希望凌云女士能够守护道 然后能够自尊自重 自爱 对吧 不要像 除了你老公之外的男性 在提男性生育气这样的词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雅 对不对 好吧 再见了 凌云女士 再见 再见 好好守护道啊 好好相互教子 再见